首先挑选您心仪的全家符 照片中最好避免太多空白的空间 要不然拼起来可不简单哦 把全家符打印了过后 将它贴在硬纸板上 那么我们今天用的是海绵纸 小小贴士 可循环使用任何纸类包装 我们用的是喷胶 因为普通的手工胶水可能会产生泡泡 把拼图反过来 然后用尺画上方格 记得哦 宝宝的年纪越小 方格就越大 接下来您可以自由发挥 在方格上画上弯形 要不也可以使用小袋子代劳 完美的全家符拼图完成 我爱我的家人